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5月1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截至目前 加拿大的新冠确诊病例已经逼近7万 疫情凶猛 口罩、洗手液、消毒、喷雾等 仍是最抢手的物资 不过就算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 还是有一些商家乘机哄抬物价 用超高价格导卖紧俏的医疗防护用品 对于这种行为 加拿大政府也是绝不手软 5月8日 阿尔波塔省宣布 一家位于卡尔加里市的公司 因为疫情期间有价格欺诈的行为被省府起诉 让大家感到尴尬的是 这是一家华人公司 名叫中加美物流 这波这几天它也上头条了 News等媒体报道 疫情发生以来 阿尔波塔省服务部收到的有关哄抬物价的投诉 也大幅增加 简直5月8日 调查人员已收到458项投诉 并将对其中的351项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被投诉最多的乱涨价的商品包括 洗手液 消毒湿巾 卫生纸 口罩 一次性手套 罐头汤 面粉 牛奶 婴儿奶粉 奶酪丝和牛肉碎等 中加美物流就在这些被投诉的公司当中 它还是被阿省政府起诉的第一家公司 这几天 这家公司还被阿省省长康尼点名批评 康尼表示 4月11日 省府的调查人员发现 中加美物流公司出售的3M口罩 售价高达120加元 与正常售价相比 疯狂加价4倍 而消毒洗手液的售价为39加元一平 也比正常售价加价2倍 4月15日 阿省服务部对该公司下令 立即停止高价售卖以上这几种商品 然而这家公司对警告根本就视而不见 我行我素继续卖高价 政府也是怒了 该公司因此被指控无视省府之间所提出的警告 对此 这家公司的老板公言提出异议 他在接受哥欧波news采访时表示 当初自己也是高价购买了这些产品 卖出只是赚了点小钱 而且还会把部分物资捐赠给当地社区 他还咄咄逼人地反问记者 如果自己的定价不合理 为什么大多数客户 包括一些大公司 学校机构 非盈利组织等 还要从他那里购买呢 公言认为 供应紧缺才是加剧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据阿省服务部的报告 在艰难的时期 绝大多数企业都在竭尽全力为民众提供服务 但也有一部分人趁机捞钱 阿省服务部部长表示 疫情期间哄抬物价的行为是绝对不能接受 且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 阿省省长康尼也表示 如果你认为可以利用疫情以涨价行为 坑骗其他人 那你就要小心了 我们将通过法律让你受到应有的惩罚 保护消费者免受价格欺诈的影响 对于省长的这番话 公言也表示和自己无关 他说 省长的话是针对部分做了坏事的人 而他并没有做坏事 公言还撂话说 我想站在法庭上 对法官大声说出情况 让他教教我应该怎么做 好吧 阿省政府也成全了他的选择 8月19日 公言将在卡尔加利省级法院出庭 如果被判有罪 最高将面临30万家元的罚款 事实上 疫情期间乱涨价的行为 在加拿大乃至全世界都存在 各个地区政府对此也有不同的做法 今年3月底以来 卑诗省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共收到了1400多份对乱涨价的投诉 其中大部分涉及个人防护用品和卫生纸等产品 4月19日 卑诗公共安全部长法恩沃斯宣布 省警和其他执法人员已经得到授权 可以对乱涨价的商家和倒卖医疗物资的人罚款2000家元 法恩沃斯说 他知道一个年老体弱的女士买的N95口罩是平常价格的10倍 他称这种利用人们的恐慌在弱者身上牟利的行为是可耻的 4月初大温烈指纹警方通过一则口罩销售广告锁定了倒卖口罩的人 在这名22岁学生开车送货的途中将他解货 并迅速从他的后备箱里搜出了1000只口罩 当场没收 外加处以1000家元的罚款 此前的3月底 大温地区高桂林港市的麦克林公园 一个亚裔家庭被发现摆摊出售医用口罩等医疗物资 被举报并处以500家元罚款之后 让人想象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这家人居然第二天就又出来卖口罩了 好像罚款被批评会被处罚 对他们都不是个事 然而其他民众对此也表示难以接受 高桂林港市市长韦斯特说 我担任市长以来从未见过如此自私贪婪不负责任的事 在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的危难关头 竟有人囤积出售极度稀缺的医疗用品 他表示已将此事向皇家提醒报案 希望警方能对这个家庭提起刑事诉讼 对于阿省政府起诉华人老板事件 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有网友称如果文中标注的售价是真的 那你真的太无实了 不过也有个别网友认为省府不必反应过度 毕竟如果买方认为价格不合理 完全可以选择在其他地方购买 如果我要卖房子 难道还必须以你认为合理的价格出售吗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最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接连发出通知 表示将协助少数确有严重困难的留学人员 搭乘临时航班回国 同时敦促有意愿的同学们尽快完成登记 今天大使馆再发通知 表示已经安排5月14日 中国南航CZ0312航班的168个座位给留学生 此次航班由多伦多直飞广州 今天呼叫购票 已经登记了的同学们千万留意 随着全球疫情蔓延 许多国际航线暂时停飞 很多留学生暑期想要回国一票难求 身在中国的家长们也担心焦虑 5月9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年发两个通知 表示国内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考虑对少数在加拿大 确有困难急需回国的留学人员采取有序方式 做出开通临时航班等安排 大使馆特别提醒广大的海外侨胞和留学生 居家防护减少流动是疫情期间最安全的自我保护方式 机舱空间密闭 人员密集 旅途漫长 交叉感染风险极大 如无特别紧急需要建议避免急于回国 大使馆表示 此次有关安排仅为协助少数却有严重困难留学人员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根据通知 此次符合回国条件的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今年大学毕业 潜因签证即将到期等 却有困难急需回国的留学生 二是年龄未满18周岁 父母均未陪伴在旁的未成年人留学生 通知明确 确诊疑似病例 近14天内有发烧 咳嗽症状者 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不能登机 如登机前体温超过37.3度 或出现疑似症状将被拒绝登机 此外 拟搭乘临时航班回国人员 需提前通过防疫健康码 国际版微信小程序 逐日连续填报个人资料 健康状况 近期出行情况等信息 通知表示 航班入境口岸将进行严格检疫检测 一旦发现有隐瞒病情和接触时 或在检疫检测中发现曾服用退烧药等药物的旅客 将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追究法律责任 入境人员需集中隔离14天 有关费用资礼 今天中国大使馆官网再发通知 公布了临时航班详细的信息 同时呼叫前期有意愿 并已经登记了同学购票 本次临时航班及购票安排等信息如下 一 航班信息 加拿大东部时间5月14日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0312航班 多伦多直飞广州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 二 购票安排 加拿大东部时间5月11日9点开始呼叫 至全部168个座位出票结束 南方航空呼叫购票热线 加862086095539 届时南方航空公司将按照 使馆审走的名单顺序 先外呼确认购票意向 向医院购票的旅客发送支付链接 旅客按照系统指引完成购票和支付 购票链接转发无效 航空公司对于多次呼叫未接听 或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购票 即视为放弃本次成绩 住家使领馆再次提醒大家 使领馆为委托任何个人或机构 担任志愿者组织临时航班报名登记 使领馆工作人员也不会直接联系 大家要求付款 也不会要求支付订金或押金 请大家提高警惕 接到航空公司电话后 请前往其官方网站付款平台进行支付 三 请报名登记人员及家属保持手机畅通 购票人员严格按照使馆网站公告栏 有关通知做好健康码填报等工作 健康状况异常将无法登记 虚假填报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感谢对驻加拿大使领馆工作的理解和配合 非常实习回国 还请大家途中要做好防护和各种准备工作 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出行 健康顺利到家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